直到看到赵露丝的蜕变 我才明白整形并不是普通女孩变美的唯一方法 眼凤求黄因为造型被骂到看心理医生 凭借陈千千一夜成名 却又因身材臃肿受到群潮 明明最胖也只有92斤却看起来像一样二 最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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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斤 没有120 应对种种质疑 赵露丝虚心接受网友建议 开始调整体态 还要坚持待两小时被备夹 我自己会觉得体态什么的比较不太好 我平时对我刻意地去改正体态这件事情 所以才慢慢地把这个肩膀给练起 是一个体态的问题 如今被薄薄一片又美又闲 刷到她好闺蜜白露的蜕变 我就说女明星私下会互相分享便没好物吧 之前的白露也因为仪态问题被群潮气质为所 被赵露丝种草贝贝加后 就连上班拍戏也要穿着她纠正体态 如今从土味十足变身人间富贵花 怪不得明星们气质这么好 当还有人在质疑她是智商睡时 那与明星早就人手一致了 陈兴旭从小穿到大 王月星气质回春都靠她 张雨琪浪姐体态优雅也穿着她 还安利给了其他姐姐们 一米之内看脸蛋 一米之外看气质 体态好了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可 如果你平时不自觉含胸驼背 脖子前轻 总被人说没气质 即使很瘦也显壮显胖 那一定是肩背出了问题 穿上这个 立马开肩开背 挺拔身姿秒变气质女神 而且你会发现 背部挺直还会带动 面部肌肉更加紧致 男女同款 每天坚持两小时 气质百变看得见 需要的家人抓紧行动起来吧 未来多美我不知道 但变美会让你我更有未来